你经过创伤,然后学到东西,就叫做个人成长 很多时候,你都是经过哭,经过挨苦,经过皱眉头 所以,你全部懂的东西,我教小朋友 他一皱眉头,我就说,困难的东西 就是不义学的意思 义学的东西就不叫困难了 但既然是困难,就是帮你 觉得那些东西比起以前的东西就容易很多了 但当你认识就很开心了,因为你多了很多技能 再看下去,就是一个坚持力 坚持就是价值观 你为什么再做下去呢? 通常价值观是人最伟大的东西 就是价值观 比如说,你想荣耀神,这个好的价值观 还有没有价值观呢? 你越强的内容在价值观,我越知道你不容易放手 他说,我喜欢做而已 我一听到你喜欢,我就会害怕 我们分裂儿童工作,最怕人认证就是 我喜爱小朋友 我一听到,我就很害怕 用不着你撕死他 你就是因为喜欢,所以走来做 但有时候他很可恶 有些生育儿子不听你说的时候,你怎样 如果你的价值观 是觉得,我需要帮小朋友成长 不惜用很多代价 包括用很多方法 甚至很多有研究意味的东西 只能学到一点点 你都肯这样,这个价值观是好的 好了,第三个就是放下了 很少人看到这个部分这么重要 很多人看到,哇,你很厉害 一个强人 但是最强的人,在这个点子很重要 就是你能不能够 放下一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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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下一些享受 对呀,你是读书的人 读得好 除非他放下一个gameboy 放下他的嗜好 但如果事业的人怎么样呢 有时神也会让你放下一个望去跟随他 或者变卖所有跟随他 放下呢 其实里面的毅力也是很强的 特别,我相信大家今天坐在这里 平均30岁以上 得罪了很多人 但是想想想 有一天 当你要放下一些东西给你的助手 我真的看到很多教会 很多好本事的人 但是他不舍得 就是一些东西 训练一些人 代他做 他不放心 所以到后来 他的做死都是他 他放不下 到他退休了 他不舍得 他放不下 其实他可以转换其他东西 仍有价值的 但是对他的体力 是适合很多的 但是他放不下 所以如果你这三样东西 你问自己 强不强呢 很值得让你想想 如果你也是很好 那你较少得快乐 我想这里 很重要的尾声 这个研究 我很喜欢看 他说快乐和失意不是两极 是互动的 是互动的 刚才唱《恩典太美丽》 困难越多 恩典就越显越多 是吧 你太顺利 我也不知道你能看到什么是恩典 虽然你说感谢神那么顺利 都是一种恩典 但是对一个患癌症的人 或者对一些人 他失去了很多东西 但他发现到 上帝还换很多东西 给他 后来他发现到 更好过以前很多 更加适合他目前的东西 他才感受到 原来这东西是好的 你看传道书七章十四节 他说 亨通你要快乐 患难你要思想 我经常觉得 我们的心理 就是一个feel 一个think 是两个互动的 譬如今天 有人赞你 哇!很美啊! 你快点笑 遲些可能没什么句 可能很久也没机会再听到 那么你快点要快乐 不要说 什么美 摩镜摩镜我不是最美 那么你真的没办法靓下去了 你亨通 有些要亨通 你要感谢神 你要快乐地感谢神 不要说 不过又差点 那里没有了一撇 你说这些 你过了亨通的时段 你就头来觉得很后悔 当时你没有快乐 所以你总是一个不开心 医学界很多时候都会否释 中文的一个说话 他说 不如以示 上八九 但是精神病学就说 其实人人 如意和不如意 都是一半一半 而已 不过你太重视在不如意 那里 所以变成了八十九十百分 都是不如意的事 你就不看你如意那边 所以很多时候 好像只有一成两成那么少 所以亨通的法律 但是患难的思想 思想是什么呢 思想是什么呢 如果基督徒里面 会说是一个blessing 就是你要想想 发生这件事 可能是一个blessing 可能这件事 将来是一个祝福 带给一些人 所以心理学词典 说什么叫乐观呢 乐观就是 Future in the Pleasant 就是未来发生在 现在 就叫乐观 就好像很远 好像阿伯拉罕 很远用信心 看到一些好的 已经出现在目前了 那叫乐观 所以患难了思想 不是思想说 哎呀真是有难 真是惨了 而是这件事 有什么希望 在身边 会见到呢 我记得很多年前 就是008年 我太太安息礼拜的时候 有一个艺人来参加 我认得她 她和我都是一个拍档 以前一起拍摄一些录影 是训练带 接着她就走了 隔了一年之后 她打电话给我 她说 余德顺 我想跟你谈谈 我患了胰臊癌 我说 哎呀你也是啊 接着她约我 我可否跟你见面 我和她聊天 她问我一个问题 她问我 我想学你太太 在棺材里面 那个很舒服的样子 在我将来 去世的时间 我和她很熟 我和她也说笑 我说 你做明星 你做表情 要不要找我教 她说 你真是懂得说笑 我断气的时候 我就不懂做表情了 我说 大家都在说笑 她说 你太太一定有些经验过的事情 在死之前 所以 死的样子是这样的 你可不可以慢慢地告诉我 她那两年发生了什么事 于是我就和她每周聊天 她就是挪慧娟 其实你说 在你患难里面 你一早就想到 你遇到这件事之后 你可能这件事 是带给在之后的人 一些好的方法 一些好的提醒 甚至你走过的路 有什么值得介绍给别人 其实都是一个祝福 如果你早点看到 即是说 你在你的工作和生活的人生 无论见到好和不好的事情 你都用快乐 和想到快乐 会陆终会出现很多祝福 会陆终会出现 你没事的 心情是 你认为这样就好了 勞火纯青 但事实上 神真的要这样 要我们学习这件事 我又举个例子 我做训练机构的时候 很多时候 我都跟别人说 我们真的很幸福 我经常跟他们说 你现在是有钱 有钱 教一些儿子 教一些儿子 也很有趣 起码表面很有趣 人生哪有那么好处 又赚到钱又开心 始终都是 当你赚到钱 多数都不开心 因为你越赚得多钱 辛苦程度越高 责任越重 开心通常都是赚到钱的 每天都玩 每天都玩 你又赚到钱又开心 又赚到钱又开心 你做得好好 那次 刚刚遇到一件事 就是我们收了封信 就是整栋楼 有其他福音机构都在那里 那个大业主要卖一栋楼 叫我们几个月后要搬走 当我看到这样的时候 我就觉得 哇 真是赶紧 你知道我们做新闻仔工作 我们从三岁开始做 很多新闻仔 习惯了 工人或者妈妈带来这里 突然间要转到另一个区 很多人会走 但是我想起 是不是真的会不好呢 很奇妙 我们遇到一个女孩 走来想做义工 那女孩是什么人呢 就是她爸爸的一个基督徒律师 她爸爸叫她来我这儿做 就是暑期 她读心理学 我说来我这儿做 接着我下街 你会看到什么呢 看到街口前几天 但是有个牌 就是招租 我抄了个电话号码 打电话给她 我说你那里有没有地方 她说有啊 马上来看 我还叫了第一行 有两个女孩去看 接着我已经交了订金 就租了 很顺利 真的 隔离 只有几个铺位 没有家长会反对 也在这儿上堂 搬进去之后 就收到消息 消息是什么呢 其实还没搬 就要装修 收到消息 原来她星期六 那个电梯 就要做维修 这间不知是什么大厦 每个星期做一次 不知是什么电梯 总之星期六下午 或者某一段时间 就会停 哇 我就惨了 我全部收入来源 都是靠星期六的 因为香港星期六不用上学 我们由早上九点到晚上八点 都是两间房子都满了 十分钟 哇 那不就是糟了 租了桌楼 然后我突然想起 那个女孩来帮我 她老爸去做律师 我打电话给她 她直接说 那你 你 你电梯了整个契纸给我看看 她说 那她不对 她没有说清楚这件事给你听 然后她问我 需要不出律师信 我说 如果有危险 先不用住 然后我打电话 和管理署说 咯 然后没什么 改了星期一 有些事情 你早了害怕 早了害怕 早了害怕 你 如果你个人想想 开心 这么近 有桌楼 但是同时 哎呀 糟了 我醉黄金时代 又不能用桌楼 但是想想想 可能是另一个祝福 可能是准备一些事情发生 我看到什么事呢 我看到就是 原来都预备了 一个人令我们很安静的 就是那个律师的女儿 他说得不好听些 他为了一个女儿来实习 他都会拼命跟我出律师信 当然不用做他这样 只是告诉你 你不用这么容易想到你的无助 无助 很多时候我们马上想起无助 觉得是否困在死局里面 那么危险呢 其实可能不是 可能不是 很多时候做一些福音工作 有时候都失与算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 突然间你少了很多收入 出席人少了 长租很贵 我都试过 有一次呢 有个机构计错了 给少了很多钱 因为宣传用了很多钱 我收到那张支票 很奇怪 少了这么多 我同事就说 可不可以追那家公司 我说不要了 他们都很穷 我说算了 那晚我发梦 你发梦什么呢 发梦上帝见到我 问我 你现在很穷吗 我说 不是的 没事了 那我就睡了 真的很有趣 虽然好像笑话 但是真的 耶稣问那些门徒 你缺少什么 你们有没有缺少 跟了我这么久 有时候 当些人问自己 如果你教会 有些超预算 有些什么 你也值得发梦 看看上帝问 你现在很穷吗 有时候 我们人 很容易被一些东西 嚇到我们 整个人很不开心 但是你想想 大体来说 是不是这么大问题 可能 不是的 好了 说到这里 这三个能力 说完 就到最后 最后 我想分享一个 如何看圣经 和我们说的说话 有几段经文 很值得和大家想起 就是 耶稣的名声 越发传扬 很多人就 找他 听他说话 这段 接着说了什么 耶稣去了 另一个地方 就是祈祷 大家都习惯了 看耶稣去抗野祈祷 是吧 看英文圣经 很特别 将抗野很多时候 译做 Lonely Places 很孤单的地方 我相信意思是 一样 没有人的地方 很静的地方 总之有个因的地方 你也要多些问自己 你有没有这些 Lonely Places 当你自己觉得 你自己很不够 很辛苦的时候 但是很多辛苦 都跟这种有关 明星 可能有些事情打击了 如果你做了很多年 工作 被人的信任道 有些事情 你失手 做得不好 也有些时候 你太出名 很多人想你帮忙 但你怎么都要摆下这些事情 不要看这么紧要 反而你看到 你的力量 是要靠来自神 你要找回 与神相处的时间 所以我同意 就是 休息的力量很大 心灵的休息很大 第二件事 就是 你不要为明天忧虑 明天有明天的忧虑 一天的难处 一天当日就够了 其实刚才的事情说 很多人光顾耶稣 听道 动机也很好的 想耶稣治病 其实也是一个好的信心 但我想提醒你 就是 其实爱人 是很累的事情 你觉得很累的 你教人读学 讲完道 和我家长聊天 其实很累的 爱是一件很伟大的事 但现在是一件最累的事 你爱你的丈夫 我告诉你 你很累的 如果你不去休息 其实你不懂珍惜生命 但是你也要想想 今天是一个很重要的单位 今天一天 已经可以很累的 里面很多事情要担心 其实我们的能力 不能超越到今天 有时候我们会喜欢透支 但危险通常都来自这些问题 就是你将你以后的事情 在今天里面看得太过分重 这是第二个问题 所以基督徒很信 在神的时间 是急不来的 你太急 可能你也会徒劳忘返 好了 第三个问题 就是 刚才我讲的圣经 亨通和患难 我不多说 不过记住 事但要选一样 要么就会开心 要么就会想想 祝福是什么 不要跳出这两个框 去想第三个 第三个就是忧愁 太过多顾虑 和太不满现实 不懂得感恩和快乐 那你就惨了 去到这个框 你就情绪很低落了 第四个问题 就是 耶稣在抗野日子 受撒旦是探同 野兽同在一起 且有天事来事候他 即是说 其实我们也要靠 一个fellowship 有时候神派了一些天事 派了一些人安慰你 其实看这段圣经 好像没有什么能看到 但你可以回想 其实神也不容许一个人 太久 遇到困难 祂也要找一些人陪伴你 那个天事是谁呢 你一定有在你的人生里面 但这个提醒很重要 不要做一个强人 强人通常是情绪很容易崩溃的人 你看完这四个圣经 一个联系 你看到这些 lonely places 但不是 lonely 因为有天事 不是 lonely 你看到你急 想做这些事情 但在上帝的时间里面 祂会欣赏的是 你在目前做一个健康的侍奉者 做好今天 但同时 也懂得用感恩 来看你的遭遇 就懂得看困难的事情 知道这是一个未来的祝福 已经coming soon 正在来的了 这个人很快乐 没有什么的 所以今天 一会儿你有兴趣 可以问一下 不如我想恢复一下 或者我们不出这个系列 先讲着二十个问题 我今天已经讲了 试试和你温一温 你有没有一个很重要的动机 去令到召你的神喜悦呢? 如果不是你很无奈 那么辛苦 第二就是你的劳苦重担 包括令你很容易生气 很容易忧愁 你有没有写下给神呢? 第三就是 你有没有夸张那些风浪呢? 搞到自己的幼颜业 非常活跃 越信更信 又无力感 又可怜呢? 第四就是 你有没有时时喜乐呢? 第五就是 你觉不觉得 你在服侍神是一个光荣的即使呢? 第六就是 你有没有常常找可喜悦的言语呢? 还是用你自己安慰自己的方式呢? 第七就是 你觉不觉得自己一台气 我记得我太太死那天 我在想着 哎 我有什么去做呢? 接着呢 我就 认约下午 我取消了 因为那时候我太太病 那天早上突然转了 但是两分钟后 我太太去世 突然打回电话给那间机构 说我下午又再来 我想我说得到 其实我不是请英雄 而是那间商业机构 但是他的基督团契 他就约了我十二月广的报导会 我太太死的时候是九月 我想如果我去 就要讲一个题目 我想我也记得的 两个小时 但是我想有一件事 就是让那些人 那些同事看到 这个讲完 在十二月广报导会的讲完 他有另一个支持力 在人生最痛苦的时间 所以我去讲 讲完之后 那三个经理 不是信耶稣的 他抱着我的肩膀 他说 余先生 我知道 你遇到一件这样的事 但是 我相信你不是专业 影响到你港渡 是你的信仰 我走的时候 在车子上 有个女士给我签名 一本压力管理重书 我以前写的 我说这本书很旧 九几年了 她说 是啊 我常常在等见你 我常常知道你的消息 你太太现在好吗 我想又怎么回答呢 那个车子都站满了 那些人 我说她现在很好 我想我答得对 她现在真的很好 代替了说 刚死了 我想对一些人来说 太突然 不是很好的感觉 但她现在真的很好 其实你会想想 什么动力认得我站上台呢 就是我在很快的祈祷的时候 我感觉到神说 我调她出来 下半场换你出去 你不会比上半场的差异吧 我很喜欢我太太那种信服 是跟我一起有一个原则 就是不怀疑 不埋怨 我想一下 如果我 今天她刚刚断气 我的想法就是 这么突然 我很不高兴 甚至说 算了 我本屁 我对不起 那个两年 这么忠心的太太 我对不起 我应该学这个榜样 所以今天我来这里 其实对我来说 都是第一次去很远的地方 但是对我来说 我觉得这个下半场很值得打 原来这件事是未完的 它只不过是上半场那个 下半场换了我 其实我们都是在世界上 一台电影 给世人看 所以你想想 其实人生都是这样 你觉不觉到自己那台电影是怎样的呢 接着 你早起来 令到你接触 快乐 希望增加多些 真的 你不要和这件事逆转来想 另外你要想想 耶稣的爱 特别学他 当然学他很多很多东西 不止我说 他只关了一个人命多久 而是所有细节的东西 甚至细节到怎么样 细节到你上班 你的交代 是否站在你呢 当你做侍奉的时候 也是一个见证 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 其实是路 他叫那些门徒去 借一只牢 如果你看到英文圣经 很清楚 耶稣怎么说呢 耶稣说 你叫那个人 还没坐过牢 让我坐 然后 我尽快还回来给你 英文圣经真的这么说 尽快还回给你的 耶稣连自己面对死亡 还向别人答应 一件这么简单的事 就是这只牢 还回给你的 借你洗一洗的 你就算你的手尾 也这么好 所以你说 ,基督教圣经 令人伏的程度 就是耶稣是一个救世主 但是耶稣的生命 是最完美的 被人看到的 那个态度 对着一件事 这么细微 都被人看得很服 这件事 有些人说 病是大了 你有没有试过 收个童工打他回来 我发烧 那样 是这样的 那时候他都会交代给你 我有一些东西 你帮我写出来 寄给谁 你很服那个童工 他那种侍奉态度是这样的 其实这个很优美的人生 好了 说到最后就是 忍耐力 困难是帮你 拿到一个更成熟的地步 因为练到忍耐 你练到交托 你知道神会成功 你又知道 你用得好你的生命里面 的成长 这个成长其实是什么来的呢 就是在你创伤 辛苦的时候 你练到一些更加多的技能 和知识 所以很多人升级 其实他背后 也有很多苦的苦练 在里面 但是接着来 要练到就是 你要问自己 你缺少了什么呢 其实你一无所缺 所以你又计较什么呢 为什么今天 有时候这个也是 面对我们 一个好人生的操练 另外想想困难越多 因典更多 在困难的时候 你要想思想 去思考 而不是埋怨 当然 最重要 如果你年纪老 老不代表弱 如果你今天说 哎呀 你这句话我最合听 是真的 如果你是一个年长的同工 你也要想想你自己 在你侍奉生涯里面 其实你的见地 你的体会很值得 年轻的人 你给多些见解 去分享给他听 有很多人说 老了 没用了 其实不是 你记得 加勒的说话 我还是强壮 很多人都会 面对年纪大的时候 觉得自己 更比神使用 因为越老 越弱 是越大的见证 但是当然要小心 你要懂得放下 一些真正 你觉得 要给另一个接班人的东西 以及这四节的圣经 Lonely places 但是你不是 lonely In God's time 在神的时间 你做回神要你做的东西 你经常都会 feel happy 但是同时也懂得选择 think of blessings 你加起来 其实你的情绪很健康 很健康 好了 刚刚的答案 说完了